这个江紫阳 他有点坏 他技能不极限 他打我 那这样你不怕我吗 这样的话 我就找到这把该怎么玩了 兵线给他吃 我让你抢好吧 还打我还打 假装我受阻 都好 你都这么打我了 你觉得我会去上路支援吗 你想什么 二一技能全吃满 我赚了 调波兵线要来 小东西还想跟我打对吧 再来个精准的一技能 这东西大惨 他死了 我让你走 我准你走了 你有闪 我也有 快走 小猴子可能要来了 咱们先抢线 不对 江紫阳在这里呢 现在不清线了 他会回来吃线的 上路打不起来 他如果胆子大一点 他甚至会从这里走过来 他可能猜得到草里有我 所以先等他放低防备 还有小走位 还有看草 我让你不害怕 哎 干什么 死猴子 或是大哥 我 哎 你们几个这么玩游戏的 好啊 从前面两波 咱们都看出来了 江紫阳其实是喜欢 往上路走的 我敢肯定 这江紫阳现在 也已经在 往上路来的路上了 所以 看这样子 上路要打起来 但是我不能清除妄动 我要等这江紫阳来 忍一忍 等一下除非队友杀不了 会让他跑掉 我再出手 要不然我就在这里等好江紫阳 我觉得我要不出手 工本可能追不上他的 这江紫阳也不来的 他怎么不往上走的 被我蹲怕了嘛 看这样子 他可能是被我蹲怕了的 那我换个地方 没事 江紫阳的技能探草 是没有什么提示的 所以咱们不担心这一场 那就只能在这里等一等 看他等一下怎么个想法 他应该会觉得 我在上路的 我稳住心态 还在那里开大 我假装扣一三技能 也能抬走的 为什么你不害怕我 你告三了 还有呢 等一下我接着来 现在这江紫阳走足度 他已经彻底不敢走的 这所谓都给我一尺 磨磨磨磨磨磨 我走着你 这江紫阳我就不信你不支援 拿这个顶结 算了不打了 等江紫阳 大哥你别来 这些完了 哎呀我真该死啊 就直接打顶结了 这江紫阳肯定死了 马克波罗不会放过他的 他已经024了 蹲一手 就是这里 还是老样子 这顶结 等一下就算他过来 我也不打 你别打呀 你打了 对面不就知道 有人在这里了吗 我忍 忍到江紫阳肯定 你小东西你可算来了 哪来那么多闪现 还是老地方 死猴子 死猴子看到我呢 那这下可能不太好够啊 这江紫阳应该是蹲不着的 往前走 这死猴子你干嘛 拿buff给他们啊 我不用了 其实 来 江紫阳已经死了 这大死命真的得削 我也没队友啊 刚刚我就算技能全中 我也得被他反杀了 对吧 接下来是压轴系啊 注意好 冰线一时半会来不了 证明啊 水击一时半会是推不了的 我可以再堆一次江紫阳 这里我希望你们记住 上中下三路的复活点 就对应他们是哪条路 上路就在泉水的上面复活 中路在泉水中间复活 能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江紫阳等下会在泉水的中间 三二一 踏死了 哎呀 这死猴子 你打我干什么 没有猴子 这江紫阳评分估计三几八吧 好